有民众到日本北海道的海鲜市场 买了一只活体帝王蟹 结果却募集老板 从柜台内拿了另外一只帝王蟹 放到水池内 质疑活体帝王蟹是被吊包了吗 果然上桌之后 用照片仔细比对 发现并不是他所挑选的那一只帝王蟹 气得他找老板理论 来到日本北海道 不少国人都会逛一趟海鲜市场 但有民众却逛出了一肚子气 一名陈先生日前到韩馆招式 点了一只4.26公斤的活体帝王蟹 因为还没到取餐时间 他继续在附近逛 没想到期间他眼睛扫到老板 从柜台内拿了另一只帝王蟹 放到水池内 这让他不禁质疑 日本也有活体钓包的问题吗 日本啊韩国啊等一些地方 其实也有听闻说类似的情况 活体的话那其实你清蒸完 那其实他肉跟壳 他会很好的分离 但是如果他已经死掉 他拿去冷冻 肉质其实会粘在那个壳上面 那吃起来有点粉粉的这样 背景一只帝王蟹要价不菲 但陈先生表示老板一开始 还极力否认 直到他拿出照片比对 说要报警 老板才说应该要退款吗 陈先生只好请老板再拿一只 并在他面前拆解 而在这段选蟹的过程当中 他果然看到之前选的 4.26公斤帝王蟹 事后尽管老板尽力弥补解释 还说他再过一阵子就要搬离这里 单摊开店加Google评论 也有不少人质疑过吃到的不是活体帝王蟹 最不会有争议就是单独购买好鱼货之后呢 在专门找代客料理的餐厅 请他代为处理 那只要另外单纯付加工的费用 国内海鲜业者也建议 要避免海鲜被调包 民众现场可以直接拍照录影 或是称重之后 请老板做个记号 免得想开心大大美食 但是却败幸而归 这里是王熊明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